有一位听众说 他说我是一个歌唱的爱好者 那我一直有一个唱歌的梦想 那最近呢刚刚退休 所以呢觉得要发挥一下我这个业余生活 想好好的把歌练一练 但是呢觉得每次唱到有难度的歌 特别是唱高音的时候呢 气息总是不稳定 很多人说我应该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学一学 可是呢在美国啊这方面的专家又比较不容易找 想问一下我们的三宝店 能不能帮我们联系到这方面的专家 平时有什么练习的技巧吗 哎呀你知道我们三宝店就可以了 我们三宝店的人脉超广的 好那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专家呢 非常的厉害啊 这个title讲出来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而且非常的崇拜 那这位专家呢就是我是歌手的评委 并且呢也是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的指导老师 就是我们的蓝天摇老师 那蓝天摇老师呢最近也在美国啊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所以呢今天我们把蓝老师请到我们的线上 请问一下气息的这个问题来解决一下 嘿蓝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见面了见面了啊 用声音见面啊 嗯很欢迎你来到美国生活 然后以后我们这个关于唱歌的问题 会经常的请教你 也欢迎你到我们的电视台来做客啊 好那我们先来解答这个听众的提问 他是退休的想要唱歌 那他觉得唱高音的时候气息不稳定 这个绝对是你的专业 有没有好的点子来给他解答一下 哎呀这个问题问的非常普遍 很多人都是因为气息不好造成的唱歌吉卡 声音上提 然后唱歌没有没有没有有气无力 我教你们一个小的方法 就是说第一呢首先你要把你的肺活量给你增强 增强的话要去运动 比如长跑慢跑 但是都是要徐徐渐进的 第二个是多游泳 游泳是最快速增加肺活量的一个方法 那很好还给健身 对要去健身 因为唱歌是体力活 没错没错 要大的能量 还有一个 你不能有了这个好的肺活量 不单是要你还要会用 你要不会用也不行 对吧 所以说你要去教你们一个小的方法 平时咱们大家睡觉的时候 睡觉之前 把枕头撤掉 把手扶到胃部 然后就自然呼吸 就像睡觉一样的自然呼吸 去获得正确的腹视呼吸 哦腹视呼吸法 对对对对 你躺到床上 你把手扶到胃部 它就非常自然的腹部在动作 而不是小腹在动作 哦 所以唱歌的时候要正确使用 是睡觉的那个呼吸的方式 对 躺着怎么用气 站起来就怎么用气 哦是一样的 对 以前我们深乐课的时候 老师也让我们摸着肚子 摸着这个肚子 他说你要找这个 胃部在浮动的感觉 这个器材是好的 而且你唱久了也不会累 对不对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你躺到床上 你谁睡觉是抽着筋睡觉的 哦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他有魔了 非常自然放松的 去呼吸 这样的话 他就能够获得 自然的呼吸的 歌唱用的状态